这是西方人的续命茶 喝起来却比中国茶还要苦 这种茶树最高能长到几十米 其实这是世界知名的马带茶叶 这种棕色的小果子 就是马带树的种子 它们是发芽困难户 在成熟时 南美当地的农户 就会将它们全部采摘下来 烘干能让这些种子保存得更久 这时候就需要人们 将它们全部采集下来 用清水洗去多余的果肉 随后它们就会被放在竹筐中 进行晾晒 马带树种子催芽是个技术活 这些红色并富含矿物质的土 是马带树生长的必要条件 在将种子埋入土壤后 它们会在事先准备好的土壤上 盖上一层植物油渣 这是必要的营养 随后人们就会将当地的松针 当作茅草盖在上方 为了更好的预寒 在浇完水后 人们会将保温塑料膜 盖在土壤的上方 在历经两个月的培育后 小苗就会发育成形 这些苗非常惧怕阳光 它们会被丢在遮光布下继续生长 一棵马带树 通常可以为人们提供20多年茶叶 在种植马带树的时候 人们就显得非常的随意 它们一般会在森林的空地上 将这种植物种上 除了这种森林 大型种植园 一般会在一片空地上进行种树 但是手法却是一毛一样的 种植下去的树叶 约4年左右 才能用作为马带茶叶进行采摘 在此期间 工人需要不断对这些树进行维护 这是梅西的续命神器 很多足球明星都热衷于这种茶饮 其实这种茶并不名贵 它就是南美很常见的马带茶 人们对待它也会和茶叶一样 为了防治害虫 人们会对它喷洒农药 在喷洒农药前 它们会全副武装 防止药剂刺激到自己的皮肤 接下来它们就会将各种药剂 倒入提前准备好的凉杯中 然后倒入大壶 这些药剂颜色有些微的差别 掺合在一起 药力虽然不能翻倍 但却可以对付各式的害虫 最后工作人员会将清水倒入壶中 这样就完成了配比操作 接下来就可以将它们倒入喷壶中了 一亩滴一般会使用两壶药水 但这也只是简单喷喷 一般情况下 这快滴一年会被消杀三到四次 为了让马带茶树长势更好 工作人员一般每年 都会对其进行树枝的修剪 这种在平常不过的剪刀 就是剪树枝的利器 但由于剪刀个头太小 处理树枝时 难免会费上很多利器 当马带茶迎来收获 一切就会变得高大上起来 这种马带茶专用的收割机 就是割草利器 它在前进的时候 旋转的巨型刀片 能非常轻松地剪下树叶 就和修草坪一样 所到之处都会被修缮平整 随后这些树叶 就会被机器倒入大型的车斗中 进行装车 与中国采茶的方式不同 这些树叶会夹杂着树棒子 一同被采收 但当地也有不用机器的采摘员 他们在采收的季节 会举办采摘比赛等活动 不过人工采摘的树叶 杂质要少上很多 明明是路边的绿化带 却被老外喝了几千年 同时这种茶叶 也被众多球星所追跑 古老的马带茶制作工艺 其实很简单 在制作前 人们会在地里挖上一个大洞 直到挖成一个方块状 而另一旁的工人 会将一个锥形的框架捆绑好 这种框架其实就是用于 放置马带树叶的架子 杀青环节很简单 工人们会将树上砍下的叶子 直接放入火上 快速烘烤一下 随后这些叶子 就会被放到架子上 这种架子是中空的设计 升起的火堆接下来也不会浪费 火堆的热浪会通过架子 直到将马带树叶红干 除了这种编织的木架子 当地还有一些筛状的滚筒 这种滚筒在不停的滚动下 受热会更加均匀 而来到工厂的马带树叶 就少了些许的烟火器 它们会被分剪机 统一分剪并丢入大型圆筒中 进行烘烤 烘烤后的马带茶叶 一般会被放入蛇皮口袋中放置 在销售时 这些树叶就会被打碎 最终变成我们熟知的马带茶 喝马带茶和喝中国的茶叶一样 需要喝茶的礼仪 将半包马带茶叶放入杯中 并用专用的勺子将茶叶 挖出一个欧槽 就可以在里面加入清水了 在倒入开水后 接下来就可以将专用的勺子 插入茶叶的底侧 最终再加上一些水 就可以饮用了 值得注意的是 马带茶的茶叶会很碎 喝茶时一定要配上这种勺子 同时它也能够作为吸管 过滤掉茶叶渣子 马带茶的味道与茶叶比起来 是比较苦的 但内部富含多种元素 是健康人士的最爱 同时芳香的气味 也能有着一定的提神作用